传统的拳击技术是小个子选手要努力进入内围进行打击 而在帕奎奥的技术体系中则运用了一种相反的思路 在与莫拉莱斯的比赛中面对高个子长臂展的对手 帕奎奥始终保持在莫拉莱斯的攻击距离之外 诱导对手进攻自己 在这里莫拉莱斯在一系列扬弓之后打出后手直拳 而帕奎奥则利用后撤步始终将距离保持在对手攻击范围之外 这时莫拉莱斯试图追击帕奎奥从而打出长距离的后手拳 这时高个子的莫拉莱斯失去了中心 此刻帕奎奥停止后撤并趁机使用刺拳阻挡视线 从而打出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条理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 防势时间短 博企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趋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根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苦身壮阳 年时祝国 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记住微信 574993200 帕奎奥做了充分的准备来应对霍亚的距离控制 仔细看 帕奎奥开始用刺拳引诱霍亚做出刺拳反击 同时使用自己擅长的左手拳二次反击霍亚 帕奎奥一直通过刺拳 与对手保持在远距离 整场比赛霍亚一直被这招牵着鼻子走 最终帕奎奥赢得了这场世纪大战 帕奎奥特别喜欢往右撇子拳手的内侧走 通常情况下这样做你就会被教练骂 而帕奎奥使用这样的步伐 可以更好地运用自己的左手拳 使其更加隐蔽 仔细看 以重拳技术为主的里奥斯 在比赛中一直尝试切割拳台 并保持在拳弹中心 帕奎奥则被压迫在外围 首先帕奎奥会绕对手向左侧移动 来诱导里奥斯步伐跟进 里奥斯步伐紧逼着向帕奎奥的左侧压迫 帕奎奥成功地预测到了里奥斯前脚移动的方向 抓住机会瞬间抢到外侧脚 打出准确的左手拳 同时绕到对手外侧 在对手的盲区发起第二轮进攻 整场比赛中帕奎奥的移动 让里奥斯找不到任何出拳的机会 最终帕奎奥以点数完胜的方式战胜了里奥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